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成一文旅在全台 其实有六间粉馆 那我们这间呢是位在嘉义 是首座以阿里山茶为体验主题 设计的文创旅店 那我们全馆总共有55间房间 那我们房间的名称呢 其实就是取自我们的24节气 分别是我们的古语 白鹿 夏至 还有小雪 大厅一进来的话 会有一个这个植栽墙的设计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茶字的文字结构 跟我们阿里山茶叶美学装置投影理数 镜子一面是看得到 一面是看不到 然后会有很多投影的人是在里面行走 就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生活比较忙碌 可能忙碌的行走 已经被忙碌的生活 从此希望客人经过一夜的沉淀之后 出门的时候再看一下 自己有没有找回当初的出行 得到沉淀这样子 我们是24小时的 我们可以随时提供来旅游的人 第一时间的协助 就是他有问题的话 他可以马上来询问我们 基本的WiFi 或者是我们有自行车竹节 到嘉义嘛 一定是嘉义鸡肉饭比较有特色 那例如我们饭店最近的话 有一间公园鸡肉饭 我本身也非常喜欢啦 他的旁边刚好有一间手作甜点 我们之前有跟他配合过 推出下午茶 就是因为我们顶楼泳池 有漂浮下午茶的活动 会有客人就是因为下大雨 然后就会进来说 他不是住客 他就是他想问我们 可不可以就是借他休息 那因为他都临湿了 我们就会请他来这边先休息 然后拿毛巾给他茶 然后请他喝个茶 然后顺便就是跟他聊天 是从哪边玩的 会介绍就是附近的景点给他 我们是陈毅文旅桃城茶样子 欢迎你来接问